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谢谢 能在这个舞台表演相声特别的兴奋 那肯定啊 对不对 我觉得作为相声这个从业者 我很幸福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是是是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 怎么着啊 我们这个行业 孙超我告诉你 不能以啊 夺火和挣多少钱为目标 那咱们应该以什么呢 咱们应该以好的作品 给大家带来愉悦 放松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对不对 我发您这个人呢 现在多少有点不要脸 你知道吗 这怎么说话呢 这是啊 不是哪来的是 我宁愿是庸俗点 我挣点钱 你挣那么多钱干嘛呀 你挣那么多钱干嘛呀 我就是 还给相声花 这就圆上了 是不是 什么叫圆上了 你说想火想红 想多挣钱 还是有点难度的 怎么呢 对不对 你看那个月红老师 月红老师 人家为什么火 而且越来越红 前一阵拍的电视剧 哦 是 亲爱的小孩 有啊 那电视剧多火呀 是是 那扮演的角色多棒 对对 你说人家怎么就能越来越好 越来越红 人家 长得好 哎 长得好 你想 他这岁数都长这样 他年轻的时候错不了 这怎么说话 夸人就夸半句 什么叫这岁数了 哪岁数了 我就说人家长得好看呀 哎 长得好看 对 这一点上 咱俩就差一点了 咱俩不行了 咱俩不行了 咱俩怎么着 咱俩长得不好看呢 那咱怎么办呀 咱这样 咱们呀 不就好看吗 对呀 现在高科技美容 整容 咱俩 咱俩整容 哥就咱俩这底子 咱俩整容 咱花多少钱呢 不 没事 咱有人啊 我没钱 你有人 有朋友 有谁啊 有银行的朋友 干嘛呀 管贷款呢 我用你 管贷款 干嘛呀 贷完款 整完容一火 钱就还上来 咱不知道呢 咱这点钱不好还了 再一个 人家还有别的优点呢 什么呢 人家持之以恒 坚持努力呀 你说这个太对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努力挑战新角色 是不是 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没问题 咱们持之以恒 你知道学谁吗 学谁呀 居礼夫人 我没想到 您能说出这样的典故来 我居礼夫人 太对了 居礼夫人 你知道多持之以恒吗 多持之以恒 我给你介绍一下 居礼夫人啊 打小都特别努力 是吗 从小上学 门门一摆 谁呀 居礼夫人啊 我头回听说 跟我一样 跟您一样 真的 小学我们都一样学一好 而且她是市三好 居礼夫人是市三好学生 市级三好学生 好好好 华沙市三好学生 这你不知道 这我都知道 我也头回听说 后来好好考学 去了巴黎了 巴黎以后呢 就认识居礼了 那你稍等我问问您吧 这居礼夫人 没认识居礼之前 叫什么呀 就叫夫人之前 叫张桂花 叫什么张桂花 我这她叫什么 你就听故事 听故事 这是故事 三好学生 居礼夫人 对 到了这个巴黎以后 认识居礼了 俩人一块生活 就给居礼了 工作 一块努力 好好好 然后呢 老工作也不行啊 居礼夫人就说 不成啊 咱回家瞧瞧吧 好多人没回家 看老头老太太了 带居礼就回去了 居礼也是说 是这个场面人 不能说 俩姐妹扛一脑袋 就回去了 人家不是那样 那扛俩也不成啊 对 有礼有面 我以为怀孕了 没听说过 有礼有面 带点土特产 好好好 巴黎的 香水啊 发棍呢 发棍懂吗 大面包啊 发棍啊 喷了香水的大面包 反正带回这个华沙了 华沙 然后呢 到那一看 这人人家 父母也是外场人 外场人 哎 见了居礼以后 来来来 孩子 这一好几年没见到 屋里屋里屋里坐 外面多冷啊 各位看了吗 这故事越听越像 小拜年 听了吗 看上座 看上座 我们这华沙的冷 不比你们巴黎 居礼先上炕 居礼 居礼上炕礼 往那一看上座 嘿 阿姨您蒙说 甭叫阿姨改口 叫妈妈吧 这是刚结婚 还没改过来了 妈您蒙说 这看上还真暖和 暖和 这暖和 暖和 巴黎不成 巴黎怎么着 那三月十五 就停止空暖了 你吓我一跳 巴黎还极东空暖 当然了 他们就真 这就停止空暖了 这还不如 这农村自己烧好 那是 华沙是农村 这儿好 这儿挺好的 这个居礼夫人 她爸也高兴了 老张干子看进去 能不高兴吗 这小子 够意思 够意思 没关系 带着好啊 多带两天 好 居礼夫人她爸 瞧身体就不好 带着好 多带两天 咱们一块儿 惹啊惹啊 惹啊惹啊 这是居礼夫人 她爸说的话 居礼夫人不同意了 爸您瞅您这话说的 我们这回来 待几天就得走 那实验室离不开人 是 还得工作呢 是是 实验室可别离了人 她爸也听 咱们得理解孩子 是 事业为重 事业为重 这两天 俩人就回去了 可算回去了 俩人相拥在一起 相互理解 回到这个巴黎以后 继续工作 相互帮助 学习上呢 也互通友无 然后呢 终于有一天 居礼夫人发现了雷 才发现雷 那天太高兴了 俩人激动 相拥而弃 居礼夫人抱着居礼说 你可雷死我了 我想雷死你 你知道吗 我真想雷你一拳 这是人话吗 各位 您行了 您这说不明白 您这个 咱说说别的优点吗 人家月红老师 还有别的优点 我都忘了 还有她了 忘了她想话 我才没问 忘了她想话 干嘛 这期做的 居礼夫人是怎么着 人家创新呢 她演孙猴了 她创新 这怎么说话 有女生演孙猴了吗 人家创新啊 这相对而言 尝试新角色呀 没错 不断地创新 咱们也是 咱们作品是不是都是新作品 咱们是新作品 您瞧瞧 在创新方面 你知道这个电动车的原理吗 各位 这今天高级了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你这电动车的原理 电动 你瞧瞧这个 合理 那当然了 电动 电动的基本原理 知道吗 我猜啊 应该是电 对 您瞧瞧 我也距离夫人了 这回 对 就是电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电动汽车很简单 它这个呀 就是电池组 相当于 普通的轿车 700多截 5号电池吧 那是不是一号来300截就够用 对对对 你这太聪明了 我就聪明这个 而且不光是这个能源汽车 全球卫星 比如说 你在北京工作 你父母在哈尔滨生活 你想他了 一开那个 啪 嘿 看见你们家老头正跟厨房做饭呢 我们拿一视频不好吗 那你不知道 这偷偷地看 好 关怀在无形之中 你看他正做饭呢 当才啊 放了一把盐了 老头岁数大了 忘了 上岁数都这样 又想放一把 又放 这时候你就说话 这时候卫星说话了 这时候卫星说话了 住手 老家伙 什么记性 这是跟我爸 卫星跟我爸爸老家伙 卫星 卫星跟你爸爸老家伙 卫星一事动人 老家伙 放盐放一把了 卫星管你爸爸就死老头 死老头 什么记性 你爸 哎哟 什么 不放盐了 是是不放盐了 好 我爸在下注好歹来 那你爸一下 哎哟 怎么了 这现在卫星高科技真理 那可不 我这刚放一把盐 他都瞧见了 对呀 这刚才 李婶来家里待了会儿 这什么都说呀 保不齐呀 哎 但你说这是不是高科技 哎 这倒是 这倒是 这高科技也没什么用 这个 哎 当然了 这个除了刚才咱们说的 持之以恒和创新以外 每个人成功 还应该有贵人相助 贵人相助 哎 换句话说 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哎 今天这个机会 我就抓到了 呵 我说我没想到 您要这么兴奋 今天您什么机会 哎 今天有机会抓到了 什么机会 哎 就是 你想啊 回头我跟月红老师 他就拉我一把 他现在这么活 以后我也就活 您打中 您打中 您说这更不挨边 比那故事还不挨边 月红老 人家凭什么拉你一把啊 哎呀 你没听说嘛 怎么着啊 他有一闺女 是那考拉呀 回头我跟考拉一结婚 我是他女婿 他不就拉我一把了吗 想这个啊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两位